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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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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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我不太期望 但我覺得不算很差 因為整個系列 我覺得最好都是第二、第三集 因為張神的故事 由一個很漫畫感的 將人狼吸力官司的恩仇變成新科技 第二、第三集開始講過原來是一個千古恩怨 我覺得他做得挺有趣 找到吸血鬼的源頭 那班人出來 但到了這一集 已經開始有點疲倦 但我的主角仍然有型 不過他做出來時 這一集的角色不太出 是從動作為主 差一點 雖然你是最最後一集 但我相信也有前轉後轉 這些會有最後一集的 這個也沒什麼值得說 我不是說踩到氣 我去看的時候 整個過程都享受 有很多東西 第一樣東西 會動 動作後 後面又有兩集 有風吹在頭上 接著有雨 有雨 接著有霧 有這麼多東西 二百多元是否值得 我覺得也不需要太執著 是 一種觀感上的 他給了很多娛樂 但是阿紀圖 你覺得 現在這個趨勢 4D的趨勢 會不會繼續 我想 雖然他會挺吸引 但不是變成了一個很強項 不會因為這樣 吸引多人 當然不是 專門 那你也挺大問題 你投資那裏的椅子會動 又噴水 又噴霧 收你二百多元 那這裏的戲院本身是甚麼 現在你會看到他這樣 第一 當有4D的椅子 他的座位也不相信很多 很少 而且你會發覺 他在那裏除了有4D椅子的效果之外 其他東西會不會動 因為你會看到他在做 那時他也會考慮到 觀眾的未必會有這麼多 那他就安排這個位置 這次 第一件事你已經虧了 譬如是三級片 已經少了小孩子 那你門口還有放個通過 大肚子的不進去看 小孩子就一定有大人 還有精神容易受刺激的人 也不進去看 那我隔壁幾張那個 就真的受了刺激 他看到在那裏 嘔吐嗎 不是啊 好像瘋瘋的 真的啊 這個我沒有騙大家的 那完場的時候 就不斷讀那些 主角的名字 嘩 真的有些問題 所以我就很害怕 他前面那個通告 我覺得不是騙人的 不是一個廣告來的 是真的 有些情緒易受牽動的人 看這些的時候 會有些不尋常的反應 是會的 還有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因為一部電影 一部電影 它裡面 現在都叫做戲劇推動為主 戲劇的時候 你看現在的戲 是很快的 那你呢 有時候 譬如這些4D 加上一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 他接不到那個戲劇的frequency 不夠那個frequency 譬如你可能 整部電影是說過山車 那他在那邊韌韌韌韌 那些 那就過癮很多 你會有一個情緒 但是你一跟著戲劇的時候 那個戲劇動 你會發覺 其實你這個4D的效果 是追不到那個情節 變成不迫思考 很機械化 那他前面看到 無論什麼場景都好 那當然會搖 他不會做剛才的過山車 那種過山車的感覺 所以 但這個 在戲院本身的環境裡面 亦都難的 除非是一個很大的投資 但長短說 我想問到你 這個4D 行內有沒有構思過 如果是拍色情片的時候 會怎樣 嘩 這樣就很有趣 我覺得是好的 如果你是拍色情片的時候 例如說 如果有一個場景 是一個交歡的場景 那你也會搖一下 好像那個什麼 《心命中之藍》 那個 或者有好幾部戲 裡面有一些 那裡有什麼 你記得有部片 是在千秋上面的 我就是想說那部 那部好像是賣債 不是啊 除錦江 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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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這樣的 比如說到這方面 你是一個設計的 我覺得 4D 你可以不需要整部戲動 部分是4D 那部電影 當他有4D效果的時候 他會悉心去處理 那個場景 不需要整部戲動 譬如做一個舉例 我猜用阿凡達 一個挺好的舉例 或者是 潛士金馬龍的鐵達尼號 也是一個好舉例 當阿凡達 他上的那個 就飛到山 那一刻 這樣飛 這樣飛 正到鼻子 鐵達尼號 那一刻 那一刻 你又上下去 突然在那裡動的時候 我想觀眾就覺得 那一段戲 非常之有效果 你未必需要 全部都動 不過你剛才說 中段那一場 做愛都可以動 當然動 這樣設計 反而更好 我還想到一個戲名 《雲雨無山網斷情》 4D 三級 涵執片 過雲雨的時候 就會出霧 會下雨 那張椅子又無限 我有一個更好的名字 不過這個演員有版權 我對你想想 《雲雨拍》 叫做《左搖右擺,外褲肩》 這個可以嗎 當然不行 什麼褲肩不行 我現在 如果你120格 就看到我的臉紅了 紅了 不是拍手 很興奮 是不是紅了 幾頭想起 《左搖右擺》 這些是對的 對這些是對的 不過事實上 如果你說 比如《三少爺的劍》 我們剛才也說 這個禮拜一說 《三少爺的劍》 都有一兩段戲 我覺得如果它有4D的那種效果 其實都不頑皮 但這個是現在想起的 限於投資 你要有一個設計 你扔錢下去就能做到 但是 《三少爺的劍》 你本身是否能去到 這個 投資的指標 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大理 對 老實說 舉例 譬如《曉耀沉流》 我沒有看 我都看了好幾部 《4D》 但印象最記得 都是葉敏 所以葉敏 過一句話 他做了出來 但有一種叫做過癮 挺有趣 但又不是變成了一種騷擾 但我覺得 不是那麼推動到過氣的 我覺得 譬如我們的功夫片 動作片 加上4D的效果 我覺得是真的不差 但是需要有設計 好 就有一點時間說到另外一部 因為我們看了trailer 阿欣子丹在這裏 你看了沒有 《無骨》 《Star Wars》 都不是很期待看的 這是一個外傳 這個 基本上應該是聖誕期的一個大片 大家很期待 但不是努卡斯自己搞的 也不是的 現在的新傳也不是他搞的 而且這個叫外傳 之前我想故事也很開放 他只是鬧一鬧 給一點點意見 他看完電影上完之後 他踩不踩到去 這個就很難說了 他現在就還沒踩 不過我估計九成都踩了 但是你會不會發覺 我們看那個 可能這個就是香港版的一個追撈 阿欣子丹這麼多鏡頭的一個追撈 都不多 我初頭如果說我們在香港放 他錢的比例更加高 我在戲院看都不是太多 起碼一樣東西 我認到欣子丹 這樣 那你認不認到姜文呢 我認不到 姜文認到 我認不到 姜文是一個 連著欣子丹的鏡頭 但他的形狀就沒有欣子丹那麼長 他做的 剛剛我看到姜文 看到了 對 做大鏡頭的 其實他算多的 這個就是在一個 叫做trailer裡面 我想他這個也是特別為了 中國觀眾看的那個版本 他當然是計數 你哪個市場有幾多個 那我們Cast哪個 因此單止是一樣 他在中國有 揹到票房 所以就找他 這部是很期待 看的 12月16日就做的 是啊 是吧 好 不如這樣 我們一會兒再回來 講三四日的劍 好啊